摆脱压力肥,不对B群6大营养素。 营养师教你输呀这样吃。 压力太大也会造成一身肥肉,不要怀疑,这是真的。 营养师表示,在营养门诊的咨询经验中,常常有很大一部分人,就算努力节食少吃,胖命运动,减肥效果还是有限。 而且当压力一来,可能一整天忙到只吃一餐,体重仍然不断上升。 建议补兑包括钙质、B群等6大营养素,就能轻松摆脱压力肥。 营养师高敏敏在其新书运动时代,营养师的运动饮食笔记中表示,压力之所以会造成肥胖,主要与以下四种影响层面有关。 1.影响自律神经系统 现代人长期生活在高压力生活下,促使胶感神经兴奋,负胶感神经作用受抑制,除造成肠胃蠕动功能下降,消化功能变差,还会使脂质代谢缓慢,脂肪变容易。 2.影响内分泌系统 2.影响内分泌系统 会分泌一种压力,会分泌一种压力荷尔蒙,称为肾上腺皮质醇。 Cortizor,又称可体松,此荷尔蒙会刺激食欲增加,并容易囤积脂肪在腹部及臀部。 3.神经盛态 Y的分泌增加 3.神经盛态 3.神经盛态 4.瘦体素抗性增加 4.瘦体素抗性增加 5.瘦体素抗性增加 5.瘦体素抗性增加 5.瘦体素抗性赤血防抗性低支 5.瘦体素抗性 高敏敏营养师表示,其实一般生物在面对压力时,身体交感神经会被活化,让肾上腺水质系统产生急性压力反应。 刺激肾上腺素,正肾上腺素分泌,来及此提高新沉代谢率,帮助提高注意力,并快速地释放能量,来迎接面临的压力。 因此,短期解极性的压力,确实可能造成体重的减轻。 但是,如果压力是长期且慢性的持续在发生,身体为了避免不断变瘦,便会出现自我保护的机制,反而开始变胖,就是我们上述提到的压力肥。 摆脱压力肥六大营养素。 1. 矿物质钙,稳定神经,调节代谢。 压力和尔蒙的分泌会消耗掉我们人体中的钙质,而钙除了建构骨骼、牙齿之外,也是调整新沉代谢、稳定神经、燃烧脂肪很重要的矿物质。 1. 一般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取1000毫克的钙质,但如果压力大,失眠,可以再补充多一些的钙质。 2. 像是牛奶,幽烙乳,起司,豆钱,豆皮,小鱼钱,黑芝麻。 2. 矿物质美,放松心情,稳定情绪。 3. 矿物质美,有助于肌肉放松,稳定神经,缓和紧张情绪,同时还有帮助维持心跳规律性。 4. 矿物质美,有助于肌肉放松,稳定神经,缓和紧张情绪,同时还有帮助维持心跳规律性。 5. 绿叶蔬菜,菠菜,线菜,甘蓝菜,等,海藻类,紫菜,胚芽,黄豆,黑豆等含美料高的食材。 3. 色暗酸,制造快乐荷尔蒙,血清素的原料。 我们人体之所以会出现容易生气、紧张、焦虑、疲惫、焦躁不安等令人不安的情绪,多半是体内缺乏足够的血清素。 而血清素是由饮食中摄取的色暗酸转化来的,人体无法自行合成。 常见的色暗酸食物来源像是香蕉、牛奶、起司、坚果等食物,就是不错的获得来源。 4. 维生素B群,帮助快乐荷尔蒙,血清素合成的辅助因此。 想要促进快乐荷尔蒙,血清素的生成,光补充色暗酸是不够的,还。得搭配其他的辅助营养素帮忙催化才行。 例如,维生素A6,叶酸,维生素B9,维生素B12等B群营养素,才能顺利合成快乐荷尔蒙,血清素。 因此,饮食中适度补养素B群的草米、猪肉、猪肝、蛋黄、豆类、麦片、酵母等含食物就非常重要。 5. 维生素C,协助抗压荷尔蒙制造。 除了维生素B群跟色暗酸能协助快乐荷尔蒙合成之外,维生素C也能协助人体制造抗压力荷尔蒙,腹肾上腺素,来对抗压力优。 6. 当压力来起,体内的维生素C也会消耗得较快,可补充像是奇异果、巴勒或柑橘类等富含维他命C的水果。 6. 膳食纤维,促进肠道蠕动,改善便秘困扰。 7. 长期生活在高压情况下,会促使腹胶感神经作用受抑制,造成肠胃蠕动功能下降,因此长期处于压力下的人,常常都会有便秘的困扰,因此需多补充膳食纤维并且多喝水。 7. 来促进肠道蠕动,来促进肠道蠕动改善便秘困扰,健康成人一日所需膳食纤维含量约25.35公克。 8. 建议将常吃的精致淀粉,如白饭、白面、白吐司等替换成草米、石谷米、燕麦米、全麦吐司,并且摄取足够的蔬菜水果,来增加整日纤维摄取量。 8. 营养时的蔬牙食材清单 8. 盖、带古小鱼钱、海带海藻、虾皮、豆芹、深绿蔬菜、芥兰。 8. 线菜、黑芝麻、起司。 8. 美、甘蓝菜、菠菜、南瓜、牛蚌、海藻、昆布、荞麦、小米、燕麦、杏仁、腰果、胡桃。 9. 色暗酸、油烙乳、牛奶、起司、坚果、纳豆、香蕉、鱼类、肉类、蛋、豆浆。 9. 维生素鳖、糙米、猪肉、猪肝、蛋黄、豆类、麦片、酵母。 9. 维生素C、吉异果、巴勒或柑橘类水果。 9. 维生素C、吉异果、巴勒或柑橘类水果。 9. 各式新鲜蔬菜水果。 9. 其实想要摆脱压力肥,最重要的关键还是在于适时的放松。 9. 但是要现代人完全没压力,好好放松并不容易。 9. 因此每周好好运动,每天好好吃饭来促进脑部释放血清素,多巴胺,帮助提升正能量跟幸福感,也是避免让压力肥找上门的好方法。 9. 希望观看,看下来 9. teles鲜! 2. 每次 Architec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